哈喽大家好,这是李水姆 众所周知,英雄联盟作为一款老游戏 那是推出过不少守卫皮肤的 而最近在浏览网英雄联盟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守卫皮肤还是蛮有梗,比较搞笑的 所以这期视频我打算做一个英雄联盟的守卫皮肤盘点视频 我把英雄联盟推出的所有守卫皮肤及240个守卫皮肤都看了一遍 然后以我的主观评价作为评判标准 选出一些比较有梗,比较有趣的皮肤 是的,评判标准,有梗有趣,大于质量优秀 因为在我的主观评价里 我认为守卫皮肤中小皮肤有趣要比质量高重要 那我们开始吧 第五,神秘衬衫守卫皮肤 这款守卫皮肤是塞拉斯单机发售时添加到英雄联盟端游的 皮肤构造是一个衣架上有一个稍许破烂的短袖 然后下面是一些魔法书籍 所以神秘衬衫到底神秘在哪呢 此衬衫的神秘之处在于 这个衬衫英雄联盟的玩家可能基本看不到有人穿它 因为它的持有者是塞拉斯的 而塞拉斯经常光着膀子 所以它的衬衫就永远没办法被穿上 而变成了百年见不到的神秘衬衫 第四,冬季刺服守卫皮肤 跟随冬季刺服系列皮肤一同推出的守卫皮肤 皮肤构造是一个发条盒子 里面有一个机械舞女在这里转转转 比较搞的是,这机械舞女被攻击时还一蹦一蹦的 最后眼皮肤消失的时候还直接来了一个演出羡慕 我想在游戏里要是看到这个舞女一直在那转 可能会让人觉得心烦意乱 还是比较搞心态的 第三,鞭炮破罗守卫 我承认,把破罗涉及到守卫里是非常讨喜的做法 但联盟里的破罗守卫其实蛮多的 电玩破罗,宇航员破罗,机械破罗 好多好多破罗皮肤 但最搞的还是属这款鞭炮破罗 皮肤构造是一个拿着鞭炮的破罗 骑着一个趴着的破罗身上 本来一个动物和一个动物迭罗汉就有生物交配的可能 然后它这个皮肤的动效上面 破罗的屁股居然还真有一下一下的动效 虽然我第一开始并没往那方面想 但我相信只要看到一次这种评论 再来看这个守卫皮肤对照一下 我想大家都会忘不了这款皮肤的 实在是太高了 第二,披萨鸡皮肤 这款披萨鸡守卫皮肤外形就挺搞的 一个看着脑子就不太好用的鸡 把披萨套脖子上了 而这个鸡还把脖子上的披萨吃了几块 被攻击手的动作也是会让人笑语 一攻击就给你跳到二五 硕实是有点绷不住了 感觉这守卫是那种团战 你明明看到对方人了准备上去干 但一看到披萨鸡就会忍不住 先去攻击守卫看鸡跳舞 之后输掉团战的类型 第一,热狗男孩守卫 起因大家都清楚了 2019 MSI 一个热爱电子经济的男人 在观赛场上大吃热狗 因其打算直接一口吃掉热狗 而在中外网爆红 全都当时也觉得这个梗不错 就以这个热爱赛事的男人作为灵感 创造出了热狗男孩守卫皮肤 这皮肤设计细节特别多 而且特别滑稽 守卫插过去 小男孩直接表演一个热狗 一口闷 被攻击之后 这男孩还会反厨 似乎热狗还没吃完 嘴还在那一个劲的胶 然后击杀之后 兜里的第二个热狗还会跳出来 他还会爬着去捡第二个恶狗 真的是滑稽又搞笑 当然还有很多足够可爱 但我觉得没有那么有趣的守卫皮肤 但因为确实是比较可爱 所以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这个特别可爱的 睡衣守护者的守卫皮肤 然后是这个南瓜猫皮肤 这皮肤是为数不多 守卫失效时有特殊动作的皮肤 猫猫会躲到南瓜里去 企鹅冲浪皮肤 企鹅扭扭冲浪还是挺猛的 情侣鸟皮肤 被击败之后 这两个鸟居然会大难临头各自飞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闲来无视看看守卫皮肤也是挺好玩的 那这里水母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